Hello 大家好 我是真之帽 在这个在校生即将迎来暑假 毕业生即将离开学校的季节 风之谷总是欧谷无形的魔力 会让玩家想要在这个时期回国 官方也会非常聪明的 在这个时期推出非常多的活动 但是小时候的我们 总是因为各种现实因素 无法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 适量的投资资源 来享受比较后面的游戏内容 不过那时候的我们 几乎都已经长大了 许多人都已经有能力 可以为自己想要尝试的事情 投入一些资源来获得想要的体验 所以今天这部影片 要来介绍一下 在现在的新风之谷中 游戏前期进行怎么样子的投资 可以让游戏体验有大大的帮助 顺便计算一下 大概会需要花到多少的coco 这边统一说一下 一些装备制作上常用的步骤 所预估花费的金额 130等以上的装备 上稀有潜能并洗到两排主属性 或是130等以下装备 洗到两排数攻击力 这边估个50块 130等以上装备 上稀有潜能并洗到两排数攻击力 则估个100块 无论等级 装备附加潜能洗100%攻击力 因为方块本身不便宜 所以也估个100块 当然这些都是直接吃满鉴定费用 和方块费用所略估的价格 比较要了解游戏的玩家 基本上都会知道 怎么从中节省大多数的花费 会以装备等级作为标准 是因为方块的鉴定费用 会随着装备等级提升而增加 当然实际状况还是会有些偏差 有可能花更少 也有可能花更多 不过这些都是以自己洗装备潜能为前提 如果拍卖中有别人洗好潜能的完成品 原则上会比自己洗得来的便宜许多 所以在动手制作之前 记得看拍卖场中 有没有比较便宜的完成品 想要角色素质有突破性的成长 就必须将游戏中影响伤害的各个系统 都投入部分的资源 让各个系统所增加的能力值相互相成 才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益 这边有三项 前期投资有着巨大CP值的系统 我们就要从这里进行资源的分配 分别是装备系统 萌兽系统 和核心系统 这边就一一的介绍这三项系统中 对角色早期的能力 有着巨幅成长的投资方向 装备简单的分成 武器 防具 饰品三个部分 武器所带来的效益最大 而且也最便宜 可以选择投入较多的资源 武器依照游玩职业 所使用武器的人气程度来进行选择 一些人们的职业 可以挑选传说潜能的神秘武器 比较热门的职业 则挑选传说潜能的航海士武器 挑选的时候 选择有%攻击力 Boss伤害 或是无视防御力 1-2排潜能的武器 如果都没有的话 就直接选择干净的神秘武器 用封方块上西游潜能后 再用可疑方块 洗个1-2排%攻击力即可 附加潜能则随便丢个特殊潜能之后 再用可疑的附加方块 洗个4%攻击力就好 卷轴方面物攻职业选择ID的武器卷轴 魔攻职业则可以选择V的武器卷轴 并且两边都使用黄金铁锤 增加一卷的冲卷次数 心力就用心力卷轴冲个13星 或是多花一些用个15星 并趁星期日活动的时候 用9点封点 100%冲上16星 当然直接买16星卷也是一个选择 最后再随便用个灵魂宝珠上去 拿个基础的效果就好了 虽然武器冷热门之间 和洗潜能运气的部分 会在估价的时候有些许的差异 这边就算贵一点 武器本身和潜能的部分 大概200到400块就能够搞定 9张卷轴约100块 可疑附加方块和鉴定费 估个100块 心力卷轴13星算个10块 16星算个100块 武器的部分 这边先抓个中间值600块 同样拥有较高CP值的部位 还有副武器 能源 和心脏 副武器和能源的投资方法差不多 这边就两边一起讲 副武器能用盾牌的职业 就用130等的恶魔盾系列 简单的冲个皱纹 冲个11星到12星就差不多了 一般的职业就用 商店买来到的 一般等职业用副武器即可 两者用上稀有潜能之后 洗个9%的攻击力 副加潜能一样是洗个3%的攻击力 就可以用很久了 稍微算一下 一件装备略过需要花个150块 能源和副武器 加起来就是300块 副武器的部分 只要不是太冷门的职业 嗨麦上面都有机会看到已经洗好的9%攻击力的 原则上会比新手制衣洗来的便宜许多 心脏则是使用妖精之心 或是太之心 两者干净的价格 约是在50块左右 上稀有潜能后并洗两排的主属性 这边抓个50块 武功职业选择武器RED卷轴 魔功职业同样选择武器V卷 加上黄金铁锤 并把全部的次数充满之后 大概需要花100块 心脏部分总共花费200块 这样装备中集个CP值较高的部位 就可以用一阵子了 再来是防具和饰品的选择 防具和饰品 主要是拿套装效果 和一些装备的基础属性 防具这边使用航海獅组合 和深渊装进行混搭 航海獅选择的部位是 帽子 手套 披风 鞋子 肩膀 总共5个部位 获取30%BOSS伤害的套装效果 航海獅比较特别的是 直接从拍卖买喜好潜能的 基本上会比新手制衣喜 来得便宜许多 有时候甚至可以找到 传说潜能且一排主属性的 价格还有机会比细佑两排主属性还要来得便宜 5件装备大约10亿封闭就能搞定 这边估个250块 深渊装的部分 只需要使用上衣跟裤子即可 从拍卖中找到两排主属性的深渊装 原则上也不需要花到多少钱 这边就纳入一些杂费就好 4品选择顶级佩洛德和BOSS4品的组合 顶级佩洛德组合算是风之谷中无法取代的组合 效果强到夸张 价格以家的能力来说算是很便宜了 因为是全职业共同装备 只要洗到两排主属性 就会有人要 很容易从拍卖买到 洗好两排主属性的顶级佩洛德装备 4个部位大约15亿封闭就能搞定 这边就估个400块 如果拍卖没用 自己职业所需要的主属性的话 自己动手洗 大概估个500块就差不多了 其他的强化 就先简单的充个皱纹 和11星的心力就好 等角色有基础能力之后 可以透过组队或单人攻略 高级以上难度的佩洛德 透过硬帝 每周兑换专用卷轴 来提升卷轴的效益 佩洛德之外剩余的4品部位 使用BOSS Set的装备 随便充个皱纹和潜能 拿个基础的心力和属性 来填补就OK了 剩下的戒指部位 可以使用各大活动都有的活动戒指 活动戒指基础属性好 透过活动就可以免费获得 甚至可以透过硬币兑换 活动戒指专用方块 能够免费洗出基础属性强 又有不错潜能的戒指 用不到的时候 也可以转洗成掉宝装来使用 装备的部分 这样就有一些基础了 但是呢 想要让投下去的钱获得最大的效益 每个能提升伤害的系统 都需要投入一些资源 萌兽和核心 也是早期投资 会有明显差异的方向之一 萌兽系统中萌兽卡的最终伤害 在游戏里的伤害计算公式 是放在最后面 并向上乘上去的 所以增幅的幅度是非常巨大的 当然的 如此浮夸的效果 售价自然的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三排最终伤害要台币十几万 两排最终伤害则是在1500块左右 我们则是以两排最终伤害 还低价格的选项来做选择 依照职业的需求 可以选择单中单物 单中单加持 或是双加持 大多数的职业 可以选择单中单物 甚至是单中单物主属性 价格大约是在含风1600块左右 冒险者三法师 则可以选择单中单加持 又或者是双加持 价格约在含风1400块左右 夜光同样的选择双加持 价格也大概在含风1400块左右 风印的意思是 将使用后的萌兽卡牌取出 所需要支付的200封点 所以如果卖家是不含风印的价格 购买的时候要自行调整 另外要特别注意 要购买已经洗好的萌兽的时候 最终伤害的数值 一定要在12%以上 攻击地要选有%数的 主属性则是要6%以上 这样才是传说等级的数值 也才会有它的价值 这套搭配法 最后一个选项就是核心 核心系统除了让玩家 多了几个无转技能可以玩之外 还会提升先前所有技能的最终伤害 这个提升先前技能伤害的功能 可以让打出来的伤害 足足的差了两倍以上 部分技能甚至可以往上再提升 当然核心系统这个部分 要讲清楚的话 这部影片大概20分钟跑不掉 所以想要多加了解的玩家 可以观看我之前制作的影片 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核心系统的部分 我们大概投资500块的资金进去 大概可以买到500到600克左右的核心 搭配幸运宝箱的核心残技的话 或许可以买到更多的核心 500块的核心有计划性的弄下来 4核6G的职业 强化核心大概可以在16等左右 职业专属的技能核心 则是在13等左右 6核9G的职业 强化核心的等级 约在13等左右 职业专属技能核心 则是在11等左右 当然这些都是以我练分身的经验 所略顾的数值 与实际状况可能会有些偏差 先将核心系统有个基础 剩下的部分 可以透过游玩游戏的过程 会参与到的活动 和打怪练功中获得 强化核心的技能总和等级 在20等和40等的时候 该项技能会有额外的效果 如果是提升无视防御的话 在前期无视防御不足的情况下 也会有不小的增幅 但是角色等级不高 能够装备的核心数量也不多 等到达到了 可以装备完该职业的强化核心 和技能核心的时候 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差异 最后做个结论 目前这个搭配方案 据我测试 在零战地零传说技能的情况下 只要不是太偏向辅助 或是生存能力的职业 是能够击败混沌贝伦的 只是并不是无脑打那种 而是必须在场上活着并输出10分钟以上 并非常了解 所有玩的职业 怎么躲着和输出的情况下才可以 当然的 自己打困难希拉拿免费的宠物 也不会有太高的难度 多少可以省去一些宠物相关的费用 最后来算算 这样的装备组合 总共需要花多少的coco吧 武器算贵一点的状况 约600块 能源和副武器 自己洗且运气碎一点 大约花费300块 不过原则上不会这么多啦 心脏属于蛮稳定的投资 约花费200块 西游两排主属性 航海斯5SET 约花费250块 西游两排主属性 顶级培欧德4SET 约花费400块 单中单物单主属性 和封印猛兽 约花费600块 然后用500块 买数百克核心 最后再花个150块 买些封闭 来解决一些琐碎小事 和只有封闭才能解决的问题 总共花费3000块 不过有蛮多的项目 都是算得比较贵 运气比较差的情况下 实际上应该可以花得更少 而且这些都是直接花钱 不透过一些技巧来节省花费的玩法 最后这层装备 最多只能让新手在游玩的时候 可以顺利很多 也能够在未来 有个比较好浓装备的基础 但是如果后面还没有慢慢更新装备的话 到了比较高等的地图后 这层装备就会逐渐的扛不住 那么想要多加了解封之谷中的 相关知识和技巧的玩家 可以多多关注此频道 和频道先前的影片哦 今天的影片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帮我点个订阅点个喜欢 如果可以的话 帮我分享出去让你的朋友知道 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